我们三位终于同框了 我们三位终于同框了 我今天菜有点搞笑 说的我啊 我儿子特别觉得我搞笑 大家好,我叫孙玉成小宝 我今年刚刚五岁 哈喽大家好,我是胡亦玄 然后我们是赫先生的《恋恋不忘》剧主 然后我在剧里面饰演的角色是秦以悦 你饰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赫维飞 太可爱了 其实拍戏之前我还挺紧张的 因为只有跟小孩子演戏吧 这个突发状况会比较多 对,我们俩都特别紧张 但是后来就是相处完了之后 我发现小宝是一个特别听话 特别懂事的小孩 就是你说起来 其实是懂的 一开始害怕 但是相处之后就不害怕了 因为他其实话挺多的 嗯 你讲话老 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是能够活的小孩 然后呢在戏里呢 他要演一个不能说话的小孩 开戏的时候呢很爱讲话 但是他就不能讲话 他就不能说话 每次一咔就开始不停的 导演一喊咔 他就开始说话 他就开始大声说话 因为他们在说话 我想跟他们说话 他们不跟我说话 我就也对大喊一下 小宝 小宝在我心目当中 我觉得他像一只小狗狗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软龙的那种 而且就是毛还是那种圈圈的那种 就特别黏人 我刚刚在说你像一只小男狗 谁叫小奶狗就是什么 小奶狗就是爱喝奶的意思 爱喝奶 他当时就是 对,他当时就是边拍戏 他妈妈就边给他拿出来一个奶瓶的 调好的爱粉什么的就是喝 但我们保总啊 除了是小奶狗 他还是个小狼狗 在现场就是撩遍了所有的这些 这些 姐姐粉 妈妈粉 真的是 就是他是在不经意之间 就让你觉得哇 有那个扑面而来的霸总的味道 对,他是真的霸总 对爸爸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他有点搞笑 有什么地方搞笑了 鼻子脸 然后眼睛 你整个身体都搞笑 你觉得他很帅 我觉得夜人有点搞笑 夜人有点 这不是 每次都说 帅爸爸 他又说不是 他说的那个搞笑就是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互动 然后为了哄他开心、逗他开心 我经常变一些小魔术 然后去逗他 然后 包括 包括我们 我们之间的一些小互动啊 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然后跟他讲很多小笑话 所以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对,但其实私底下我也是蛮搞笑的 我继续看,我再看看他会怎么做 你说一次见还是在什么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就是在 就是我们当时唯独 对,他当时还没有把头发烫起来 还是奶奶的那种感觉 真的,就是我们 就是大家在一个常驻上 所有人都坐在一起 他手里是 他手里是 别人可能拿一个水杯 他真的是拿一个奶瓶 一边拿一个奶瓶 一边就是 因为他气里的前妻 基本上是没有台词的 到了后期可能才有几句 所以他在唯独的过程中 就是跟我们 这个,所有人在一起打闹 我们一边念了台词 他就一边发表他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所以第一次见他就觉得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 对,而且真的很可爱 对 帅啊,为什么现在就不是他帅 因为他没在现场了 对 因为他在现场 他会觉得也不够帅 对,然后他挺喜欢 黏着那个陆老师的 我就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们后面的剧情就是 就是一家三口 幸福地生活在那里面 对 小巴困了 对,也会有一些 比较音乐的东西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 后面的精彩敬请期待 什么 我们两个人一起 对海外的观众说 谢谢海外的观众 谢谢海外的观众 喜欢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爱你们哟 爱你们哟 太可爱了 对 就我觉得应该看完整部剧 大家对小宝的喜爱程度 应该是最高的 对,包括我自己看剧也是 我觉得 因为有小朋友 所以大家可能才会爱看 我们整部剧 所以我也保重点赞 保重点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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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觉得很开心 也很幸福 他见不得我穿古装的样子 应该 当然因为他年纪很小 我记得在拍摄的时候大概四岁多 然后他可能每天还在现场的时候 还拿了一个小奶瓶 边喝着奶 然后导演边讲着戏 我们边去对戏 所以有些时候他的经历上是达到的 你要去不停地去调动他的一些情绪 让他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亢奋和很开心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我们平时在现场会遇到很大困难很疾瘦的问题 拍着拍着人家困难 对 对 这两遍 我觉得的表现很高 很可爱 这两遍 很可爱 这一遍 对 不想爱自己的心情 想把很多的把名字去制作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 孝老板 很棒 给你点赞 孝老板很棒 你看 嫩 大嘞 孝老板 刚刚刚你学里面的爸爸对您说的 孝老板很棒 你又没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话 其实我本来想给爸爸一个礼物 但是没给着 那你有给妈妈准的礼物吗 有给的 这个是给你的 谢谢你 给你看一下你为什么给我这个礼物 你看小王子 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是有一种 仿佛 仿佛还是在剧里那种感觉 就是听 听小宝说这些话 想给爸爸礼物什么的 突然一下眼睛就湿润了 对 我给他准备的是 给到了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在 在见面的时候 他送给我一个小玩偶 哆啦A梦的小玩偶 对他可能心目当中的爸爸的形象 应该就是哆啦A梦 他想要什么就可以逃出来 就可以给他 最爱的你看这是什么 你喜欢吗 我给他准备的是他最爱的小汽车 好 我给他准备的是他 要不然你要不能隔空 你要不再闪现 你现在还会有点 好 好 可不可以大缓解了 好 好 哇 是不是他就给小汽车了 他迫不及待了 我说 我说 我说男性动物 好好好 我喜欢动物 怎么说他们俩不太默契哦 那我们下一次要一起 好 我听听了 帮帮忙 帮帮忙 我们下一次看下一个 那应该是玩具车吧 小汽车 小汽车 你喜欢小汽车吗 你喜欢小汽车呀 我在帮你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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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这个 这一次出来了 三秒 夏天 小宝宝 我玩游戏 玩游戏 这个真的不是我没答好 是他一边答的一边就出来那个问题了 陪你给 老板一点明显了老板 坐立不安了 牛奶吧应该是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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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为了想 想吃零食啊 回答果汁了 这个飞在包装的厨艺 我现在来了 哦 平时包 不会花我小汽车吗 可以啊 那你要换你自己的把 你妈妈的 所以我不会换 嗯我带着你换好吧 你先换你个小汽车 好不好 然后你们 然后里头坐着你了 哎 不料里头坐着爸爸妈妈是吗 好 那你要换一个大大的小汽车 原来 在这就是拍戏的过程中 呃 小宝还是经常会画画的 他可能就是嘴上说着 啊我们要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画出来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所以一圈在现场也会经常配合他 去去画一些很好看的东西 然后我我印象当中好像给他买了一个小画本 那个画本就是 就是他每天就要往上面涂不同的颜色 有些时候涂着涂着 还能自己哎 觉得这个量不对 然后再拿橡皮擦掉 然后再继续再涂 所以所以跟孩子现在想想 这还是还是很快乐 很欢乐的那个时光 坚持着我们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在那么 辛苦的一个状态下还能 每天大夜的情况之下还能继续拍下去 就是大概有 我觉得有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通宵的那种状态 然后可能拍到 第二天早上可能大概五六点的时候 回去休息 然后其实白天睡觉很难受的 睡到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起来又继续 所以还没休息过呢 可能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对 保重也是这样 而且再加上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冬天 很冷 小朋友的身体也扛不住 所以 对 现在现在想想 很多画面里是甜美的东西 可能当时拍摄的环境下 真是很辛苦小朋友 对 谁当司机啊 爸爸当司机是不是 我不会画死 那这样 不会画死 那的话 秦姨悦和小宝还有贺乔宴 他们坐在这里好不好 好吗 那谁开车呀 还是我吧 是不是开始开车呀 是不是开始开车呀 哎好嘞 那个爸爸妈妈还有小宝 是不是应该坐在这里 哦 像画小宝 小宝在中间是不是小小的 这个是 这个是他 对 这个是他 然后中间是小宝 要这个完了 怎么给自己画了个猪口感受 啊 哈哈哈 来 画个爸爸 爸爸 啊 嘿嘿嘿 是画了个什么 哈哈 画了个大头吗 真的太显 太抽象了你这个画 你抽象派的吧 我看出来了 这头发 那头发最多 爸爸那头发最少 爸爸要出了 爸爸三毛 现在我们该签名了 小子写错了 大哥 小子的勾啊 不是往这边的 就是往这边的 小 小宝的小写对了 然后写个宝 对 我要写 小天才 对 小天才 那一会儿我再给你 对 他很聪明 而且我感觉在 在片场的时候 他经常 就是时不时的会 会问出 比如这个 比如一二三四五十七八 用英文怎么说呀 然后我们就现场可能 加了一二三四四这些 到第二天 他虽然不会写 但是他会说了就 就很聪明 在最开始的时候 比如他可能 中文的数字 他只能数到十 然后拍完整部戏 就能数到后面的很多很多了 其实很聪明 对 让人生气的快乐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的作品 对 今天的作品 然后呢 要送给我们海外的 幸运的粉丝朋友 那爸爸就三个头发 有我们主演的 贺先生的 《恋恋不忘》正在热播中 请大家锁定爱情 国际版APP 以及 iq.com 准时收看哦 疫情期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身体 大家多多保重 多多保重 我们一起谈谈 我们一起谈谈 看完之后 于是很想念他们 第二个 觉得孩子 着重成长 希望他 没有烦恼 快快乐乐的每一天 很多时候 你看着他一点点长大 就这个心情还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大概隔了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见 之前他的时候 比之前要高了一点 然后看起来 看起来就是更 更聪明 然后整个人的那个状态 也是 也是更加的活泼开朗 这个还蛮好 那个时候他会有一点 拍摄的时候会有一点奶奶的 小朋友的那个感觉 现在就是一副 我要保护好妈妈的感觉 对 希望再见到的时候 他就慢慢的越长越大 对 越来越好 iq.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iq.i iq.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